这个胃的切除术后能活多久 这个也要跟病人的病情来定 比如这个病人就是个胃快疡 就是个上二次上快疡 就是胃上的一个息肉 就是胃上的一个良性的腺瘤 那么他手术以后的效果就非常好 如果假如这个病人是个胃癌 那么他又根据他病情的进展程度 来决定他手术后的效果 有的病人可能做完手术以后早期的 那么他手术以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进展了 合并有零八截的转移也比较多 那么他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是差的 所以病人未切除术后的手术效果 与病人的合并的基础积换有关系 就是他胃本身的疾病是良性还是恶性 当然也与病人的年龄 生活习惯 病人的心态 性格 这些都有关系 如果病人年轻 年龄小 那么他的效果就相对比较差 如果病人年龄比较大 那他术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病人性格开朗 那么他效果也是不错 有的人他这个性格比较孤僻 那么这样的效果也是不坏太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